文字幕君 我常常會用建賽來鼓勵學生們說 你試的參加決賽 等於是磨練自己在職場中 或者在即時站立中的一個技能 所有人都在 我覺得玉修碑第一個差異性是 它是一個非常長時間的培養的平台 我記得從第一屆玉修碑開始是純設計 然後再來是第二屆是網頁設計 第三屆就變成電子商務 然後第五屆就開始變成社群社群媒體 然後再來是到七八屆的時候就開始變雲端 然後最後是IoT 然後再來是扩生實際等等什麼的 所以你看整個玉修碑是一個長達十幾年 二十年的這樣的一個流程 所以它的整個經驗也好 或者是這個平台的發展性也好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去認同的 我印象中玉修碑那時候是最熱門的 所以大家才會往這個方向去透 我覺得玉修碑很特別的一點就是 因為當時我們在參加比賽的時候 很多比賽的他們的其實都只是要你提供一個表板 然後一張圖然後就結束了 可是玉修碑不太一樣是因為它會有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它需要你可以做出一個 真的是mark out出來 然後就是後面的時候你還需要 present 或是做影片去宣傳你的這個產品 那我覺得這個流程其實就跟我們現在業界其實是蠻比較接近的 然後比較接軌的部分 這整個活動整個競賽對區域來講應該是一種文化的經驗 對學生來講是一個考驗跟一個肯定跟一個練習場 對我覺得第一個不要覺得這是老師規定你說 現在有一個比賽你要去參加 你應該把它當作真的是一個練武功的一個舞台 因為很多人可以看到我們 而且玉修碑事實上已經在整個業界是有一定的聲望在 大家會相信你在玉修碑你不一定要得到第一名 你甚至有家座你有入圍大家都會非常肯定 很幸運的就是得到了獎項 進到企業去實習 那這個過程中我覺得對學生實習的我們是一個鼓勵 因為它是一個很直接的鼓勵說 你只要很努力的把一件事情做好 然後你會得到一個應有的報酬 或是得到一個額外的機會 讓你去看到另一個層面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比賽其實是在幫大家探索未來的下一個可能性 我們還非常重視的可能是創新 我們可以說是當者 我們在招募員工你要找到符合這位公司的 認同這樣公司的文化的人進來 那這個不是一個人做事 而是要一個團隊 如果你把比賽重新用不同的視角去看 從結果論到過程到可能對於人事發展 我覺得比賽的意義就會被稱謊 對 玉修教育基金會是我們的創辦人 就是梁花神通機關 梁玉修先生 他創立 當初創立之初 他是希望在科技跟數位內容教育方面 能夠有所琢磨 那成立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 我們玉修杯 每一年的比賽都會有金銀獎 而且有三大項 每個項的金獎都有獎金十五萬 然後銀獎有八萬 銅獎有六萬 那除了獲獎得到獎金以外 其實我們像是在工業設計 還有補助大家在製作上的一些費用 那得獎的人 我們還可以提供我們集團 來做暑期實習的事情 再次歡迎各位全國的大專院院校的學子們 能夠來參加我們的玉修杯的比賽 也祝大家可以得獎 我們下次見